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除教节又叫逾越节近了 祭司长和文士在想法子怎样杀害耶稣 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使徒里的一个 他去跟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 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很高兴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教节到了 这一天必须在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 好让我们吃 他们问他 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进了城 会有人拿着一罐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 老师问 客房在哪里 我和我的门徒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 他会带你们看一间摆设齐全的楼上大厅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看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时候到了 耶稣坐席 使徒们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它实现在上帝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 注谢了 说 你们拿这杯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上帝的国来到 他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他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为你们留出来的 但是 看啊 那出卖我的人的手 跟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 但那出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追问 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 门徒中间也起了争论 他们中哪一个可算为大 耶稣对他们说 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 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最大的 倒要成为最小的 为领袖的 倒要向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 还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 是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试炼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把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使你们在我的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主又说 西门 西门 撒旦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对他说 主啊 我已准备好 要同你坐牢 与你同死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行囊 没有鞋子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对他们说 但如今 有钱团的要带着 有钱囊的要带着 有行囊的也一样 没有刀的 要卖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着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于我的事 必然成就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对他们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于是他离开他们 约有一块石头 扔出去那么远 跪下祷告说 父啊 你若愿意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 不是照我的意愿 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非常痛苦焦虑 祷告更加恳切 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祷告完了 他起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 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十二使徒之一 名叫犹大的 走在前头 接近耶稣 要亲他 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 左右的人 见了要发生的事 就说 主啊 我们拿刀砍好不好 其中有一个人 把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右耳 耶稣回答说 算了 住手吧 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 祭司长 守殿官和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 如同对付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 你们不下手抓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他们拿住耶稣 把他带走 进入大祭司的住宅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中间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 有一个使女 看见彼得面向火光坐着 彼得就定睛看他 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起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你这个女人 我不认得她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个人看见她 说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坚持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起的 因为他也是伽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就想起 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 打他 又蒙着他的眼 问他 你说预言吧 打底的是谁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天一亮 民间的众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都聚集 把耶稣带到他们的议会里 说 如果你是基督 就告诉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 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 他们都说 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 他们说 我们何必再要见证呢 他亲口所说的 我们都亲耳听见了 他亲口所说的